大家好,我是五年級的陳嘉靜 我們都知道,學習英文要多看、多讀和多聽 多看,即是要多看英文書 但是,我們要怎樣讀和怎樣聽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下我的學習英文的方法 首先,讀課文 讀課文的好處 一,可以鍛鍊語感 即是感覺 意思就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說 但是,我就知道這樣說是對的 所以,這個就是語感 第二,可以鍛鍊語法 讀完課文之後,我們知道句子是這樣說的 這個單詞,要和這個單詞配搭在一起的 讀的方法有 一,自讀 即是自己看著課文 二,跟讀 就是跟著錄音讀 跟著錄音讀的好處有 一,可以鍛鍛鍊聽力 一,可以鍛鍊聽力 因為要把它輸入到自己的耳朵裡 第二,鍛鍊口語 可以矯正我們的喉音或者讀音 那要讀到怎樣的程度呢? 讀到幾乎我們可以背的程度 即是要讀得非常非常熟練 可能,至少要讀五次或者以上啦 其次,背單詞 第一,停背 可以鍛鍊聽力 因為相信大家都會有聽力考試 有時我們見到這個單詞的時候 知道是什麼意思 但是聽到這個單詞的時候 又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所以可能閱讀和寫作的分數會很高 但是聽力考試又不行 這個就是可能眼睛學識了 但是耳朵未學識 所以聽背可以令眼睛學識的同時 耳朵都可以學識了 最後,語法 低年級可能不太注重語法 所以只要多讀課文 和多背單詞就可以啦 但是到了高年級 語法就非常之重要 因為寫作和閱讀都會用到 它可以為星上中學打下堅固的基礎 因為如果一個句子 你連結構都不知道 你又怎樣寫一篇好的文章呢? 以上就是我一直以來學習英文的方法啦 希望我們一起努力 共同進步啦 拜拜 拜拜 拜拜